来 粮式实验中 如果双侠缝 其中的一个侠缝 以折射率 N等1.5的玻璃板折住 而另外一个侠缝 以N等1.7的玻璃板折住 问你 看到中央线的位置原来 中央线的位置 原本是中央线的那个位置 变成是第五条量纹所占有 那问你假设 我的 波长是4800i 而且两个玻璃板的厚度都是相同都是T 问你这个玻璃板的厚度是多少 OK 当然我是觉得 这个实际上要做这样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算得出来 这个是第五条量纹跑到那里去 我觉得困难度 可能会有点争议 因为每一个量纹都分不一样 所以你真的有标号哪一个是第几条量纹 出来哪一个量纹过来哪一个量纹过去 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 这个纯粹就是设计题目用了 那什么意思叫做原来中央量纹的位置 会为第五条量纹所占据呢 看一下这个题目的 历史上 这两个小后照理上 照理上 到中央线的时候 中折线的时候 他们的波长差原本只有多少 是不是零 这个波长差是零 可是因为你遮住了 折顺一个1.4跟一个1.7 结果变成他的第五条量纹所占据 表示什么意思 原本波长差是零 后来这两个的波长差就变成 第五条量纹是波长差是多少 是不是五烂打 是不是五烂打 所以 意思上 这个加了这个厚度以后 你这里的 波长差 这个波长差就不是零了 就变成是五烂打 那五烂打的意思是什么 表示 原本这里的坡 走到这里 跟这里的坡走到这里 原本他的坡的数目 表他100个他也是100个 可是因为你遮住以后 有一个折射在这边以后 是不是里面的波长也会变了 所以这里走的坡的数目 跟这里坡的数目 就会不一样了 也就是这里坡的数目 可能比这里坡的数目 会多走的五个坡的数目 所以要用坡的数目来看 有没有懂意思 所以关键点 我要去算 到底 以这个厚度 踢 这个里面 到底会有几个坡 这里会有几个坡 那到底 老师 这个厚度玻璃里面有几个坡 这有几个坡 我怎么算呢 非常简单 你厚度假如是100 你的坡长是2 那你100除以2 就是50个坡 讲你的坡长是5 你的厚度是100 你的坡长是5 那你是不是 100除以5 就是有20个坡 所以意思就是 你以这个厚度去除以 里面的光坡的坡长 就可以算出这里到底 在里面有坡有几个 这里坡有几个 结果因为折射率不同 坡长不同 坡的数目就不同 结果相差几个 相差几个 这五个 就这么简直的观念 什么意思 所以光坡在介质中的坡长 跟折射率 成环比 所以在介质中 我们在介质1的这里 n1这边的 你的land1是不是等于原本的坡长 去除以n1 这折射率一点事先不要带 我们最后再进去 好 那一样 我的n2是不是会等于我的怎么样 land1原本的坡长除以这个 那我刚刚跟你讲 因为我们为什么原本坡成叉是0 结果加了以后会有一个 五个坡成叉 就是表示 坡在这两个介质中走坡长不一样 结果坡的数目也怎么样 不一样 好 所以坡的数目怎么算的 刚才有讲 怎么算 这个玻璃的厚度 就除以你的坡长 OK 所以分别 你的t除以n1 两个分别的 刚刚有得到 在介质1的 坡长 介质2的坡长 所以在介质1中的数目 是不是等于我的厚度t 去除以land1 啊land1又等于什么 land1又等于什么 是不是刚刚讲的land1是等于n1分之 land 好那我把它 不要写成这样 你这样点很多层 把它 移上来 是不是这个把他移上来就这样 好 一样的意思 n2里面的数目 是不是等于land2分之t 然后你land2是不是等于n2分之land 一样 点那么多层 把它整理到上面来 好 刚刚一个观念什么观念 为什么中央原本波成差点变成第五个亮文 双小用第五个亮文表示波成差是差几个 五个波 所以意思就是这两个 会差了几个波 五个 那你注意喔 那老师到底要哪一个点哪一个是五个 你去看 最后的结果是land2 然后n1 n1n2 你去看n1n2的大小 直接就n2是1.7的比较大 所以你就n2-n1 要差几个 五个波 五个波 好 所以解过来 你land2分之n2t减去 land2分之n1t 就会等于5 好 去看看 注意 把可以求出来的带进去 剩下就是带出这而已嘛 怎么样 t就会等于这一波 你把它带过来 1.7-1.4分之 这样 就五成点 难达这里 那最后还是要注意单位 我们就得到的单位事实上是这样 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这样有没有问题